农村走出的明星,她被名利害惨,她被妻子害惨,她想退出娱乐圈。 娱乐圈是个能收获名利的地方,有多少人不择手段地想进去,反而撞得头破血流,娱乐圈也能让一个人一夜出名,也能让你一夜消失,尤其是农村来的,你没有后台,没有好的专业知识,你只有靠自己的努力。 但有一些人成功之后,反而过得更不好了,今天我们就聊一下,从农村走出来的几个明星。 王宝强,可是现在最火的明星之一了,从去年的唐人接探案收获30亿票房,这几年的发展可谓是步步高升。 还记得,当时在天下无贼中的傻根,到后来的士兵突击,王宝强能走到今天,有他的努力,也有他的运气。 他是真正从农村出来的,小时候就去了少林寺学习武艺,后来在北京自己打拼,最终成功了,事业发展得好,家庭原本也挺让人羡慕的。 有一个漂亮的妻子,两个可爱的孩子,本来幸福的家庭,却因为马荣的出轨而破裂,给王宝强给来了巨大的伤害。 有人说,是王宝强太老实了,但老实人就应该遭受这种折磨吗? 也有人说,是娱乐圈的水太深,当你收获名利的时候,也许还有别的在等着你,幸好的是现在的王宝强走过来了,只是希望以后的他获得更好。 在94年的时候,一首《东尼火遍了中国》,也让人们认识了这个大男孩,满文君也是从农村出来的,在16岁的时候就和父亲做把工,后来唱歌了家庭才有所改善。 后来的满文君出过唱片,自己也写过歌,上过春晚,获得了不少的奖项,本来事业发展得很顺利,不料却被妻子拉下水了。 满文君的妻子李莉是一个富二代,和满文君结婚后,把她包装的浑身上下都是名牌,一个从农村走出的歌手完全走入了时尚之路,本来这没有什么的,又前了穿的好点没有事。 但没想到的是,在09年的时候,两人被报涉嫌剧重吸食毒品,当时满文君正在为妻子庆祝生日。 在庭审过程中,李莉坚持不肯承认自己吸食过K粉,当检察官宣读完满文君接发妻子的证言后,李莉带着哭腔说道,满文君说的不是事实,李莉因荣流他人吸毒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,而满文君也因为这件事,事业一落千丈。 虽然后来又浮出唱歌了,但人气早已不如以前,一个农村出来的,没有抵挡住娱乐圈中的名利,自毁了前程。 大一哥朱之文,69年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农村,从小就对唱歌感兴趣。 在11年的时候,参加山东卫视中华达人节目,一手滚滚长江东赤水,厚重的嗓音,震惊了现场的所有人。 后来在星光大道年度总决赛上获得第五名,年底在我要上春晚人气王决赛上,演唱我要回家,或2012年春晚邀请函,从此越来越火。 火了之后,所有的烦恼也来了,在参加比赛的时候,于文华老师特别欣赏他,于是两人的关系慢慢地从师徒,变成了朋友,两人还在一起唱歌,就被有心人,说成了两人有不正当的关系。 在加上朱之文出名回村之后,被不少的家乡人说,他有钱,修这点路算什么,应该给每一个人买一辆汽车。 其实在朱之文有钱之后,为村里修了路,买了便压起,还借给了村民钱,结果不但没有落好,还被人骂,朱之文曾说,他们都以为我傻,善良,借了我的钱可以不害。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,在前一段时间,朱之文突然宣布要推迟点一圈,永不复出,他说过一句话,有名了还不如不出名呢。 就像朱之文说的,当你没有出名,没有钱的时候,没有太多的烦恼,也没有人会去算计你,王宝强出名了遭马荣算计了,满文君有名了被妻子害惨了,朱之文想退出娱乐圈了,假如他们还是农村人,会有这么多的烦恼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